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 话说刘备收留了吕布以后 南边的袁术也坐不住了 带上军队就过来抢地盘了 刘备听说袁术率军进攻徐州了 倒也没害怕 我刘备这辈子怕的人不多 可以肯定的是袁术必然不在其中 这一切都没有出乎意料 因为咱徐州的地理位置太好了呀 西北有曹操盯着 南边还有个袁术勘着 这根本就是虎狼眼中的一块肥肉啊 想不来吃都很难呢 既然早就有了心理准备 那刘备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亲自带兵在怀音虚余一带 和袁术军开始相持了 出征之前有一个问题必须要解决 我不可能把所有的家点都带出去嘛 必须留人看家呀 留谁下来盯着自己的老本营呢 这是一个大问题 在刘备来看 虽说和南边的袁术开了仗 但是北方的曹操是绝对不能不防的 假如自己带上人马出去了 这徐州不就空虚了吗 到时候曹操过来趁火打个结 把家里的锅碗瓢盆全给砸了 怎么办 所以防御南边的袁术的同时 徐州必须留下一员可靠的将领来留守 而且这个人必须是自己人 地修人都知道啊 这徐州是陶谦让给刘备的 陶谦死了以后 虽说他以前的旧下属 大部分都依附到刘备手下了 但是这些人和自己闹革命 都算是半路出家 还谈不上是真正的亲信的 真要说是和自己肝胆相照的 还得是在没发家之前 就跟随自己的官张二人了 那到底是刘关羽呢 还是刘张飞呢 刘备是这么思考的 徐州的治所下属 那不是前线呢 只要在这儿好好待着 把边界给盯紧了 一旦曹操来袭 赶紧派人到前线 发个信号就可以了 这种任务不算太难 不算太复杂的 相比于当务之急 南下抵挡元术 这手下属显得容易一些 官张二人 关羽头脑清醒 张飞脾气有点暴躁 如果把关羽留下了 而自己把张飞带到前线了 那就有点本末导致了 把人放错了位置 思来想去 刘备最后决定 由张飞留守徐州打本营 自己和关羽率军南下 正常来看 刘备的安排 那是合情合理的 可问题是 有时候事情的发展 就超出他的意料了 这个决定 让刘备毁得 肠子都庆了 正是张飞 直接导致了刘备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无家可归 差一点就被赶出了 三国历史了 这一点呢 等一会儿慢慢说 先说刘备去打元术 打得怎么样 南边的元术呢 心里很急 想吃掉徐州的地盘 所以推进得很快 等刘备把一切布置停荡 赶过来的时候 元术的军队 已经冲到了 须于怀音一带了 面对气势汹汹的侵略军 刘备只能以退为进 以守为攻了 步步为营 还是必须的嘛 是 没错 元术这人啊 打起仗来 就是草包一个 但是草包归草包 那手底下 也是有几万人的 哦 这几万人 挥刀乱砍一通 那也不是闹着玩的 所以刘备 也在须于怀音一线 安营扎寨 采取了防御的态势 这元术吧 平时欺负那些残兵弱将 那还是有一套的 但如果遇到了稍微有水平一点的 像刘备这种军事素质比较高的 哼 那就吃不开咯 两军相持一个多月 虽说元术军攻得很猛 但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形势慢慢慢慢的就扭转了 优势就变成了劣势了 好了 这一下元术也看出来了 不成了 再这么拖下去会出事的 原本吧 只是想到北方 扩展一下自己的地盘 现在地盘没抢到多少 反而有可能败军呢 这一下元术坐不住了 这个人呢 最是死要面子的 每每看到自己的军队冲锋上去了 又被刘备那边声声给打了回来 元术心里非常的郁闷 我这出身高贵的弟子 怎么能败给一个知习范吕之辈呢 啊 这说出去 这江湖上我的颜面何存呢 不成 得赶紧打破这僵局啊 想来想去 哎呀 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吕布谈谈 吕布虽说是得了刘备的恩惠 有了立足之地 但是天下人都知道 这家伙只要有利益 就会翻脸的呀 要不这么着 先写封信给他试探试探 如果他能窝里反 在徐州那边闹起来了 刘备这仗 无论如何都打不下去了吧 于是 元术赶紧地 向囤住徐州的吕布写信求援 他的思路是很简单的 可没指望你吕布率军南下支援自己 只需要你吕帅哥啊 这个精神抖一抖 趁个空子 在后方抄刘备的后路 把刘备的大本营给端了 这样一来 刘备首尾不能相顾 向后回去收拾吕布 就会被元术追击 如果继续在前线和元术对阵 那么徐州大本营方向就无法继续提供粮草了 这时间一长 就算你刘备是三头六臂 那你也必然要败退了 如此一看 这一招一出 无论刘备选择哪一条路 元术必然都是满满地要赚一笔了 为了能增加这事情的成功率 也就是说服吕布袭击徐州 元术在这封信里表现的是相当赤裸裸的 一开篇他就说了 术生年以来不闻天下有刘备 这意思就是说 我活到现在 我就没听说过刘备是个什么东西 这元术也是够虚伪的 现在在前线被刘备纠缠的 动都动不了 还说没听说过刘备是谁 你也太假了吧 正所谓臭味相投嘛 也正是因为如此 元术才会想着找自己同类人吕布嘛 然后在信里面继续表示了 吕将军如果帮我打败刘备 我愿意资助军粮二十万户 其余的兵器啊战具啊 只要有缺失的 吕将军您尽管提 哇这口子一开 绝对是打动吕布的 为啥呢 虽说吕布这个时候不至于饿肚子 刘备是管着自己的饭的 但刘备也不是傻的 他供应的粮草也是仅仅够吃而已 一点余粮都没有的 有的时候刘备那边粮草发晚了 吕布的军队还得勒紧裤腰带 饿着肚子熬日子 现在袁术写信来了 说能够资助军粮二十万户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这拿现在来说 那就相当于一万两千吨了 对于吕布手下为数不多的军队来说 这一万多吨的粮草 那可以吃相当长一段时间了 我们都知道啊 吕布这个人向来不知道什么叫恩惠嘛 今天还叫你爹呢 明天就直接让你扑街 一个心情不爽 把你脑袋直接拧下来都不是奇怪的事的 所以这种人吧 根本脑子里没别人的 只有自己的利益的 一接到袁术的信以后 安乐坏了 二十万户啊 我去 这么多军粮 接下来我可以继续招兵了吧 能招多少兵啊 哎呀 招了兵以后 我吕布又可以东山再起了 不就是打刘备吗 有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呢 那什么 这事就这么定了 徐州这一边就交给我了 吕布接到袁术的求援信以后 很快就答应了 立刻拔营南下 冰封直指下批 其实如果袁术不写信给吕布 估计吕布也会率军偷袭徐州的 哦 您别误会啊 实诚地说 这个推测 不是基于吕布变态的人品的 而是 徐州 发生了严重的内乱 别说是吕布 换成任何一个正常的军阀 都会趁机夺去的 除非脑子进水了 徐州城 出了什么乱子呢 这个内乱呢 在罗先生的三国演义的描述当中 是很有喜感的 说张飞找了一个叫曹豹的人喝酒 曹豹说 俺不会喝 张飞说 你一定得给我喝 你要不喝 我老张的面子忘哪个啊 曹豹一看张飞那凶神恶煞的样子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勉勉强强的 喝了一杯 张飞一看 爷爷你不是能喝吗 吹什么牛 你又问你啊 推推让让的 像个娘们似的 你继续给我喝 曹豹就说了 我喝不了啊 我真喝不了啊 求易德公看在我女婿的面子上 饶了我吧 张飞当时听了一愣 纳闷了 哎哟 不看谁的面子 偏要看你女婿的面子 你女婿谁呀 这么大脸面 难道是天王老子不成 偏偏曹豹呢 就不会做人 好死不死 不当说的 偏要说 也不看看张飞的脸色 就吭斥了一句 我女婿是吕布 这一下 可真把张飞给气炸了 哦 之前惯你喝酒 多少有点开玩笑的兴致 意思意思 现在你把吕布端出来了 你是个什么意思啊 你不知道 俺老张最讨厌的 就是吕布这个三姓家奴吗 曹豹你个傻貌 自己把吕布的名字 爆出来了 这不是找打吗 看来我不真的意思意思 大家伙就说 我没意思了 对不对 张飞立刻命令左右 把曹豹拖下去 打了五十大板 把这屁股都给打开花了 曹豹怀恨在心啊 于是联合了女婿吕布 夺取了徐州 哎 以上这一段 都是三国演义 描述是非常精彩 但也只是 罗先生的小说家言 没有这种事 事实不是如此的 曹豹确实和张飞不合 但是他没有三国演义里 写得那么懦弱 曹豹我们之前也提到过了 在曹操进攻徐州的时候 就亮过相了 还和刘备搭档过 当时曹豹可是陶谦手下 数一数二的大将啊 后来陶谦把徐州让给了刘备 刘备呢 对曹豹的态度呢 就麻麻逮了 似乎并没有陶谦那么好了 而且这刘备 是外来务工人员啊 我曹豹可是名副其实的 地头蛇啊 本地户啊 陶谦死了以后 虽说旧部大部分 归降了刘备 跟着改口叫刘备为主公 但是时日不长啊 大家对刘备并不是十分熟悉的 所以如果说对刘备是心悦诚服 那也真是假话 多少有点抗拒的 而这其中呢 这曹豹就是典型的代表了 曹豹是打心眼里看不起刘关章啊 想来也是啊 当初啊 这个曹豹他们正在徐州陶谦的手下 当大将吃香的喝辣的 这个时候刘备在干嘛呢 还在北方一个叫平原的小县城里 实行人证是吧 这算是一个什么小屁官啊 在地图上都几乎找不到了 后来陶老板把徐州让给了刘备 刘关章一下子后来居上了 曹豹一下子从前任的周牧的心腹 变成了后任忠目眼中的无所谓了 原本是大婆生的 现在一下变成小三养的了 这种感受 长期下来谁能受得了啊 在真正的史实当中 张飞没有灌曹豹喝酒 但是小摩擦一直都有 张飞这个人嘛 这个脾气呢 和三国演义里说的也差不多 确确实实呢是一副天生的暴脾气 做事啊不顾前不顾后的 实在不让人省心 这一点 刘备在把他留下来手下批的时候 居然没有作为一个考量的标准 这刘备啊心也是挺大的 好了 张飞和曹豹发生了系列的争执 有那么一回就扬言说 要把曹豹给杀了 当然这句话可能也就是急脾气 在愤怒的情况下脱口而出的 但是正所谓说者无异听者有心啊 当时曹豹 职务是下批项 也就是下批城里的最高行政长官 而张飞是留守下批城的最高军事长官 两者原本在权力地位上 是半斤对八两的 但张飞手里是有兵权的 他要真杀你曹豹 别人是不敢吭声的 所以曹豹听到张飞的话 能不吓一跳吗 为了保险起见 曹豹干脆就躲到自己军营里 去避难去了 并且还写了一封加急信 给吕布说 赶快来支援自己啊 张飞听说 哦 曹豹你个老小子 躲起来还不单止 还给我最讨厌的那家伙写信 让他过来帮着你对付我 是不是啊 本来我杀人什么的 只是一句气话 给你这么一折腾 我老张可就当真了 张飞这回是真怒了 当下就点起兵马 到曹豹的军营里去抓人了 可怜兮兮的曹豹 最后也没能躲过这一难 被张飞利索地抓住了 然后咔嚓一声 曹豹的脑袋 就和养育他几十年的身体 说拜拜了